影片中有22个与圣诞节有关的词汇及简单介绍,可以帮助理解圣诞节的文化和传统。 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公公是一位在圣诞节送礼物给小朋友的快乐老人。 传说他住在北极,骑着麋鹿雪橇来到世界各地。 圣诞老公公 北极 北极 北极是地球的最北端,圣诞老公公的家就在这里。 传说他在这里制作礼物并准备圣诞节。 北极 麋鹿 麋鹿 麋鹿是圣诞老公公雪橇的拉车动物。 它们有强壮的脚,可以在雪地里快速奔跑。 麋鹿 雪橇 雪橇 雪橇是圣诞老公公用来运送礼物的交通工具。 它由麋鹿拉动,在雪地中飞快滑行。 雪橇 圣诞树 圣诞树 圣诞树是一棵在圣诞节用来装饰的树,通常是长青树。 大家会挂上灯泡,彩带和小礼物来庆祝。 圣诞树 礼物 礼物 在圣诞节,孩子们会收到圣诞老公公送来的礼物。 交换礼物也是家庭与朋友庆祝圣诞节的方式。 礼物 圣诞 圣诞袜 圣诞袜 圣诞袜是挂在壁炉上或床边的装饰物。 小朋友们会在里面收到糖果或小礼物。 圣诞袜 姜饼仁 姜饼仁 姜饼仁是圣诞节常见的饼干,形状像小人。 它的味道是甜甜的,有点像姜的味道。 姜饼仁 圣诞帽 圣诞帽 圣诞帽是红色的毛绒帽子。 上面有一个白色毛球,大家常带它来增添圣诞气氛。 圣诞帽 圣诞卡片 圣诞卡片 圣诞卡片是人们用来互相祝福的一种卡片,上面通常有温暖的讯息和漂亮的圣诞图案。 圣诞卡片 铃铛 铃铛 铃铛在圣诞节时常听见,它发出清脆的声音,它象征欢乐和庆祝。 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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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铛是用雪堆成的,通常有一顶帽子和胡萝卜做的笔子。小朋友喜欢在冬天堆雪人来庆祝圣诞节。 铃铛 铛铛 圣诞灯 圣诞灯 圣诞灯是用来装饰圣诞树和房子的彩灯。它们闪闪发光,让夜晚变得特别漂亮。 圣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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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灯是每年的12月25日,是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人们会聚在一起分享爱与欢乐。圣诞灯 圣诞灯 拐账堂 拐账堂 拐账堂是一种红白相间的糖果,形状像拐账。它是圣诞节时最常见的甜点之一。拐账堂 麋鹿鲁道夫 麋鹿鲁道夫 鲁道夫是一直拥有红色鼻子的麋鹿。它是圣诞老公公的领头麋鹿,帮助他在雾中找到鹿。 麋鹿鲁道夫 平安夜 平安夜 平安夜是12月24日,是圣诞节的前一天。这天晚上,人们会准备好迎接圣诞节的到来。平安夜 圣诞 圣诞送歌 圣诞送歌 圣诞送歌是专门为圣诞节创作的歌曲。大家会一起唱这些歌来分享圣诞的喜悦。圣诞送歌 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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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老公公也是从烟囱进入房子的 比如 花环 花环 花环是一种用长青植物编织成的圆形装饰物 人们常把它挂在门上来庆祝圣诞节 花环 耶诞马槽 耶诞马槽 耶诞马槽展示的是耶稣诞生时的情景 它包括耶稣、玛利亚、约瑟和牧羊人等人物 耶诞马槽 感谢您看到最后 欢迎分享与订阅